好来看到花莲市立幼儿园是针对大中小班设计不同主题的教学活动 那么儿童节前夕带领中班有120多位的孩童是前往了议室餐厅 学习认识用餐礼仪并享用披萨意大利面套餐 那么市长魏嘉贤也送给每一位孩子一经手写版作为儿童节的礼物 让孩子们有个难忘的回忆 花莲市立幼儿园为了丰富孩子的童年记忆 透过情绩学习让小朋友从生活当中学习成长 中班特别举办了手拉手同乐会 让孩子在意识餐厅学习用餐礼仪及刀叉汤匙等餐具用法 同时也借着同才一起聚餐机会来增进人际互动 为童年留下美好回忆 那我们不只是大班中班小班有各种不同的课程之外 那我们也让每一个孩子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情境 那我们今天中班的孩子们是到我们花莲知名的一个西式餐厅 来做相关的西餐的一个用餐 那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在这边培养良好的一个用餐习惯 那也可以学习到西式用餐的一个礼节 那我们在儿童节的时候也准备每人一份非常精美的画板 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跨去自己的梦想 未来朝这个梦想持续迈进 也期盼每一个孩子能够在幸福快乐的日子下生活 在享用美食之前 市长吴嘉贤也逐一赠送儿童节礼物给每一位小朋友 这次准备的是一金熟写板 可以书写画画还可以着色 市长表示希望孩子们在活动当中学习用餐礼仪 并学习当个小绅士和小淑女 这次是公所准备精美画板送给大家 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可以好好使用 画出梦想也朝梦想迈进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